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神力女超人的秘密 Professor Maston and Wonder Woman Angela Robinson导演 主演的是Ruke Evans,Rebecca Hall和Bella Hescoft 首先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是一部在讲神力女超人的创作者的故事 就像是如果有一部在讲JK. Rowling的故事 那她的电影片名可能就会叫做《哈利波特的秘密》 里面不会出现《哈利波特》 所以这里也不会出现神力女超人 Professor Maston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他是20世纪初的一位心理学家 和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就是笔名Charles Moulton 神力女超人的故事作者 我刚讲了这部电影是在讲创作神力女超人的故事 但其实他创作出这个角色的时候 已经接近了电影的尾声 前面的时间都是在讲 他和他的老婆 还有他的情妇 三个人之间从相识相恋到成家的过程 会是这样子是因为他们三个人 共处一个屋檐下的相处之道 是最影响主角创作出神力女超人的关键所在 一男二女的家庭同时还有四个小孩 听起来非常的奇怪对吧 什么是正常 电影的一开始就借由主角 在大学的课堂当中向各位观众提问了 而且他们并不是一般的一个丈夫有两个老婆一夫二妻的关系 这个情妇和老婆之间同时也有恋爱的关系 所以就是一个相处相当融洽的三角恋情 这样的感情真的有不正常吗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不过这个导演他没有很强硬的想要在这部电影里面灌输给我们什么价值观 或者是什么意识形态 他就只是很简单的把这个故事拍出来给我们看而已 前半段最好看的就是三个角色你来我往的勾引着彼此 而谁都藏不住自己对对方的爱意 后来更发展到玩起皮绳捆绑这类比较特殊的性爱游戏 电影中用了主角Professor Muston 他的心理学的理论去解释这样子的性爱游戏 不只是单纯的性欲 而且导演拍的会让你相信这些性爱游戏当中是真的有爱的成分在的 电影中有一位家长协会的审查员 一直质疑主角神力女超人漫画当中的内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捆绑的剧情 为什么他会隐藏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一个可以拯救世界拥有神力的超级英雄 会去做一个人的秘书 这个审查员虽然说他是女性 不过可以说他是在用男性的价值观在提问 在主角Professor Muston 的心中 神力女超人他应该是一个心女性的象征 拥有力量和独特的自我 他不是要取代其他的男性英雄 而是有着更强大的力量 他比男性拥有更多的爱 就像是他的两位女性伴侣所让他感受到的爱 是相当的强大而且不平凡 配合上他的心理学的理论 就产生了这位神力女超人 一个相当特别的女英雄 神力女超人有一条真言套索 可以把人绑起来并且让他说出实话 这点有趣的是这位主角同时也是现代测谎机的发明者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Professor Muston 正在实验这个测谎机的时候 他的情妇Oliver Byrne 就带着很像神力女超人的那个手环站在一旁 测谎机能让人不情愿的说出实话来 而诚实这件事情是这个剧本当中的核心 不管正常不正常 不管这个世界认为你应该是怎么样 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 我想是这个故事当中所要讲的一件事情 Rebecca Ho 在这部电影的表现真的是超级棒 一个在外受尽委屈 在家里面却高高在上的大老婆 充满矛盾的戏剧冲突在她身上 而她都表现得很好 饰演她们之间的情妇 年轻女学生的Bella Hayscott 这表现得非常有魅力 真的是可以把老公也迷倒 把老婆也迷倒 所有的镜头在她身上 都好像有着淡淡的光芒 甜美又含羞待放 穿上很像神力女超人的服装 是让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画面 男主角在这部片中 则饰演发电机的角色 虽然说用爱发电是不可能的 但是Luke Evans在这部电影 真的是随时都在放电 比较可怜的是 他虽然一直在放电 可是导演似乎比较偏重于 两个女性之间的情愫 尤其是最后的结局 其实这部电影拍的一般般 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手法 但这是一个好故事 这是一个好的剧本 剧情安排跟戏剧张力都有照顾到 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好看的 只要你不会太反感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情侣关系 以及性癖好 都很推荐你们去看 神力女超人的秘密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 请帮我按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